40万是买奔驰GLC还是宝马X3 这个问题也被很多朋友问到了 咱说目前这两款车型呢 可以说都处于是一个寿命的中后期了 都会很快的面临着这个更新换代 所以目前中等优惠还是有一些的 咱说两款车型啊 先说40万往下的 GLC260L 40.63万元 然后对比宝马X3 25i XDrive 39.69万元 目前他们中等优惠基本能给个 三四万到四五万是没有大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是同样看低配版本的话 我觉得可以优先考虑奔驰GLC 为什么呢 首先说动力啊 两个车都是20T低功率防抖机 1890马力 日常代步是够用的 那你要说更好动力表现 可能这块给不了你啊 所以说基于日常代步的话 我选GLC的目的是为什么 后排大空间 GLC国产现在的车型都是家常轴距的 这块确实后排程度空间比宝马X3要更大一些 这么看啊 家用空间大 那就算不是GLC了 配置方面 GLC比宝马X3多什么呢 像吸引器囊 自动泊车 悬架软件调节 包括腰部支撑 还有老板件等等 所以说如果买个家用 确实预算比较紧张 对于空间需要比较大的话 GLC会更吸引力一些 那如果再往上一点 当时裸车能在40多一点点的话 可以看到GLC300L的低配 售价45.19万元 那宝马X3这边呢 可以买到30i领先型M11套装 44.19万元 这两车型优惠之后 价格基本裸车在40多一点点 其实目前中端优惠来讲的话 对于他们俩来说 都算比较大的 所以不管看上 奔驰GLC还是宝马X3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出手 看你跟他倾向于哪方面 当时如果到裸车45万左右 优惠之后40万多一点点的话 我可能倾向于宝马X3多一些 2DT高功率防挡机 对吧 操控更好 底盘这种韧性更强一些 同时它配置也更高 像哈曼卡对您一起 自适用远光感应后备箱 我觉得如果是基于自己日常 驾驶更多情况下 预算呢 40万往上 优惠口里宝马X3 这款领先型的M药业套装 那如果我预算比较紧张 学着想自时落地 那基于日常家用 后排经常做人的话 跟上GLC优惠考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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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